基本上我假设有一个图档 当然这个地方有一个简单的sample 之前我们有上一页下一页的photo player 只是说我希望点击它 它可以把网路上面的图给抓下来 但是那个图要放哪里是一个问题 因为最好是你是有个server 如果你没有个server 你可能要找一个地方放 但是有的时候 我刚刚这个地方图想了一个方法 也许你可以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我们的云端硬碟上面 总共有六张图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将来你要取得它的网址的话 在三个点点里面 这边有一个在新视窗中开启 然后你就把它怎么样 这个地方按滑鼠右键 复制它的位置 这个时候特别说 弹出之后才会显示它的位置 所以把它复制 然后再把它贴上及前往 你会发现这张图就出现 可是这个方法 这个Google有时候很讲 它知道说你可能会有这种应用 所以它偶尔会有失败的可能性 当然最好的比较稳定的方法 还是用自己的server 会是比较好的策略 所以好像我自己有一个Nuts 那这边的话 这个是我的IP位置 那我也可以登录 登录之后也可以把图放上去 不过前提是你要个server 如果你没有server的话 很多事情好像就变得比较麻烦了 ok 所以待会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我的一个server 我这个server 那我可以把它登录我的密码 我应该要遮一下 暂停一下 看一下 不会有点忘记我的密码 应该是这个吧 ok 登录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如果要把图放上去的话 ok 也没有问题 而且 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他这边有个PHP 买的命 那像这样的机器 大概现在 2000多块就可以买到了 里面还有PHP 还有MySQL 我2000多块指的是 他没有硬碟 你可能再买个硬碟大概1000多块吧 然后 他就有PHP加MySQL 你就只要有一个固定的IP 其实你只要家里20Mai光纤 你就可以升级一个固碟 那就可以拿来驾站了 ok 那再来就是你把24小时开着 他就是一个server 那可以做什么呢 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我那个 像你打那个关键字吴老师 里面应该会有一个 这样我跟各位讲过吴老师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论坛 论坛呢 其实就是这个做的 这个教学论坛 这个教学论坛 其实我就申请了一个 那个 Domain Name 那是IDV的 这个就是我论坛 ok 那背后的话呢 实际上也是PHP PHP加MySQL 所以不用点下去 那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点击进去的话 他实际上 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这边的话 点击 ok 然后背后的话把它弹出 其实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PHP 那后面资料库放哪里 就是放MySQL 那像这样的论坛 其实我有很多 已经驾了十几年了 都还是安然的 没什么事情 那像驾这个东西 会不会很花时间 不会 因为套件已经都有人 帮你做好了 你只要怎么办 把它run 起来 然后把它set up一下 你的论坛就出现了 ok 类似像这样的 那背后实际上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一个这个 这个NARS 这个NARS的话 名称叫Synalogic 这个也是台湾的厂商 非常厉害 而且它耗电量非常低 大概平均测出来 不到10瓦的电力 所以它是非常安静的 在那个地方默默工作 那已经工作了大概超过十年了 没什么发生问题 我顶多是怎么样 就是把它 逢年过节 把它拆开来 里面有灰尘 扫一下 OK 大概就这样子 它可以 而且里面大概就是 可以放这些事情 所以 尽可能 那像我的东西 比如说 我有放一个tap 就是一些图档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file里面 反正里面 这个地方可以 OK 好 那我们来回到刚刚讲的部分 就是说 如果说我要从网络上 抓那个图档的话 那首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范例 当然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做什么 上一张下一张 所以如果要上一张下一张 还有把这个地方做成缩放 请各位自己再回头看那个photo player范例 那把photo player范例 自己改成什么 不要放在drop 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云端上 那如果你现在没有server的话 也许你可以先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云端硬叠上面 云端硬叠上面 你就去抓那个每一张图档的位置 应该还记得吧 那个动作 然后呢就可以下一张下一张 自己去抓到下一张的图档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哪些重点 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要从网路上抓图 我觉得应用太多了 像我写过一个那个 就像高速公路的路况 实际上就是抓到那个高工局 每一分钟更新的那个图档 它的图档有四张 有四种解析度 那我只要抓到其中一张来显示就可以 那如果有四张解 那我就给它一个spinner 让它去选它的解析度 如果大概就是这样的应用 除了可以用在那个像高工局 像做之前有做个潮汐有没有 因为那个气象局也会每天发布那个 就是说潮汐的线 它也是一个图档 那我也可以把它抓过来 所以基本上这个非常的好用 只要想要抓网路上面的某一张图 通通可以这样用 你只要知道那个图的网址 你先按右键 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图档的位置 就可以把它抓下来了 OK 那当然结合前面的那个文字 文跟图 其实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有哪些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 M的话其实就是在云端上 所以 理论上这个桌坡里面是不需要放 所以有放的话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放在云端上 OK 不需要桌坡 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的V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Layout 基本上我就放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Button 一个是这个Image View 那放进来之后的话 长得其实就是类似这个地方 一个Button 那里面的话呢 我名称取名叫BTN的PIC 那另外有一个Image View Image View的话呢 就是取名叫IV 这是两个东西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有关那个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的话 其实前面可能会用到的相关的那个 类别 我们稍微看一下 一定也会UIL 一定会有UIL Connection 再来Input Tree 这个跟前面的那个文字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在哪里 因为一样Input Tree 可是一个是文字的 文字的那个Input Tree 一个是什么 一个图的Input 那一个图其实里面也是01001所构成 只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下载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 重新编码成一张Beam Map的图档 编码成Beam Map图档之后的话 再塞给Image View 让它做显示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关键会需要用到两个重点 一个叫做这个 Android里面有个Graphic 里面有一个类别 叫Beam Map的Factory Beam Map就是图档 Factory是什么 就工厂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 Beam Map工厂 意思就是说呢 你一个串流下来 你要把它转换成Beam Map的图档 就需要用它了 它有点像是帮你做转换 OK 那另外的话 有一个Beam Map的一个类别 顾名思义 反正它就放一个什么 Beam Map图档就靠它了 所以这两个是关键 一个是Beam MapFactory 跟一个Beam Map 这两个类别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哪些事 第一个宣告 一个Button加一个Image 这应该没问题 那我的位置 就刚刚那个图档 这么长一串 OK 那如果未来 如果你有两个 那就两个 其实应该它有规则性 也许你们可以找一下 有没有规则性 那把这个规则抓出来 如果没有 也许你就是有六张图 那你可能要复制六个 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也许可以做成一个字串 反正第一张 就是 0 1 2 3 4 5 六张 OK 那我们只有做一张 再来的话呢 一样是去那个 网路上抓 抓字 所以一定要起一个多值典序 那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好像 我没有注解 不过就是把这个加上去 再来的话呢 就是要连结它 FindableID 这个固定的 那我需要抓它的时候 是按下那个button的时候 当我按下这个button 它把图抓下来 那我另外再 写了一个那个 mencer 这个mencer的话呢 是一个void 没有回传值的方法 主要是取得图片支援 那怎么去抓取 关键来了 一样是tri-catch包覆 OK 一样是url 有没有 我们是建一个 但是我这边名称 叫binmapurl 一样把那个url 网址塞进来 就上面这个啦 上面这个把它塞进来 塞进来之后的话呢 一样是建一个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呢 去打开之后 把那个图 从网路上抓下来 但是它下来的东西呢 会是一个什么 一个input string 就是把这个input string 串流下来 串流下来之后呢 这个东西我没办法 怎么办 请binmap factory帮忙 它里面有个功能 叫做decode 有没有 decode的话呢 几个人应该是 一个incode是 decode incode incode是编码 decode是解码 OK 就是把它解码 下来的东西我看不懂 那怎么办 请factory帮忙一下 帮我解码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观看 放在imageview也不行 所以有点像解码器啦 所以很多影片有没有 奇怪 为什么我电脑没有办法播放 很简单 你没有decode的解码器 所以你把解码器装上去的 电脑就可以播放某些影片了 到底差不多 OK 那我们请这个binmap factory 所以这个地方 把这个input string放进来 变成一个什么呢 binmap 转换过来 它就变binmap 那binmap呢 imageview 就可以去把它读取了 所以特别至于这个地方的话 我在利用什么setimage有个binmap 的一个方法 去把这个binmap再打开来 完成 就这么简单 OK 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啦 那跟那个 从网路上下载文字的道理 蛮类似的 只是说呢 用到的东西大概这些 那请各位试一下 里面的话大概就是 刚刚讲过 就是抓那个图档 那请各位 自己再把那个图档 也许丢到哪里 因为我实在是 因为你们现在没有server 不然你就试试看 但是 我不是很确定说 这个稳定性如何 但是放在 自己server上是没有问题 可是我刚刚试一下 放在云段硬碟 可以看到 但是有的时候 好像跑个几次 好像就会挂掉了 我确定是不是 云端硬碟的关系 像我再重新再展 它跳掉了 所以 可能你们等一下 当然最好是用实体的那个server 如果没有 如果用云端的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刚试一下 用实体的方法 实体的server路径 就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用google的 偶尔会什么 奇怪就抓不下来 这个可能你们再试一下 是不是哪边的问题 因为你们现在 没有一个server 就比较麻烦一点 这不然你们好像有tomkey 那可以把它放在tomkey 去找一下 你现在的ip位置 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的 OK 妹多 好 谢谢观看